好 过完中秋廉价即将到来的就是双十廉价了 趁着疫情趋缓 花联风冰箱公所特地安排国庆廉价 10月9到10号 在集企国小就职举办了一起风冰音乐市集 那么风冰箱长江丽婷 邀请奥运锦牌选手郭幸成担任活动的代言人 也力邀出身风冰箱的艺人宋绍青来担任观光大事 迎接即将到来的双十廉价 花联县风冰箱公所特地安排极其国小就职 在10月9日10日举办一起风冰Rumadue音乐市集 记者会现场风冰箱长江丽婷特地邀请艺人宋绍青代言活动 并赠送阿美族情人带担任风冰箱观光大使 现场一起介绍新版的风冰箱观光地图 并邀请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幸成现身担任代言人 力邀民众双十廉价一起来花联玩 如果大家有去过港湖部落 知道我们会是在教堂后面的那块广场跳舞 在那广场跳舞的时候 我站在旁边 站在所有的人的旁边 但是我居然感觉到了那块国游 那整块国游路的那个运动场的地板在震动 那个时候我想说 我应该要找时间回来喂 怎么随时都有卫生纸呢 对呀香港 这个不应该香港做的你知道吗 但是既然你连卫生纸都卖 这个工作真的很厉害吗 我就觉得我应该真的要找个时间 我该怎么样为我自己的家乡尽一点地 但是我希望说我可以回来封兵 我是有认所在封兵 但是我是无认其的观光大使 一直做到我死为止 我是顾兴纯 我来自台东马兰部落 我站上奥运的舞台 一起封兵Rumadeau 在自己的土地上唱歌是最好的安排 你的舞台即将从封兵出发 祝福大家在Rumadeau的路上坚强乐观 原来在这个举重金牌的背后 它能够有一种输压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就希望在这一次 又刚好在这一次的一个冬奥 其实它在比赛的时候 我有在关注 它一举起来的时候 我是一直尖叫 因为它让我有很多的一个正向感 然后努力 乐观 我看到它会让我成长 会让我想法更多 所以我希望能够是不是透过它 除了行销我们这一次 2021一起Rumadeau的活动之外呢 我也希望大家看到它 是一个正向的 能够怎么样去乐观进取 能够怎么样能够自己站在自己的舞台 怎么样鼓励自己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发想 一起封兵Rumadeau 音乐市集的精神是首作 轻食友善土地 现场将会有44个摊位 展出在地艺术家的皮革 编织淘气文创作品 也有风冰箱好吃的海盗米 阿美族烘焙 轻食等 包含被地震正坏的石门双星石雕 都将以能量之地装置艺术品重生 双十年假从白天到黑夜 风冰箱将热情迎接到访的游客 更多活动讯息 请搜寻花莲县风冰箱公所 脸书粉丝页 记得讲邦彦华联士报导